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的 苏宁等知名企业和诸多500强公司 上市公司 互联网新类的顶尖经营管理者打交道 作为顾问和教练 我发现 但凡优秀管理者都善于解决问题 还要解决问题 你必须先要发现问题 而提问正式发现问题的金钥匙 提问能力是具有创新意识的商业领袖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比如乔布斯问 为什么手机只能打电话 而正是因为这个提问 让评估手机重新定位成一个综合性的娱乐设备 成为手机行业的标杆成品 迪斯尼创始人因为提出 如果把游热场和电影结合起来会怎么样的问题 结果 单身了风靡全球的娱乐品牌 再分享一个经典的案例 如果你是一栋写字楼的物业 有一天你的业主向你抱怨电梯又旧又慢 等电梯时间太长 甚至有几名业主声称 如果不修好电梯就要毁约 面对这一问题 多数人都会马上寻求解决方法 比如更换电梯 安装更强劲的电动机 甚至升级运行的电梯的算法 但很少人会思考这些建议对不对 在这个例子中 业主的核心问题是电梯很慢 你作为物业想要解决问题 就应该先向业主提问 请问 电梯太慢给您造成了什么麻烦呢 如果业主回答 电梯慢造成等候时间长 那么你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等候时间长 这个提问技巧就是利用so what 那又怎么样等方法 通过提问 你就可以把之前的电梯慢 这个表面问题或者现象 重构为等候时间长这个背后真正的问题 从而针对核心问题 寻找匹配的解决方法 工作生活中 很多人说的问题其实不是核心问题 只是表象而已 作为有效管理者 你要通过提问 发现真正的本质问题 而针对等候时间长这个问题 其实可以不一定要换电梯 只需要在电梯旁边放一个分纵的广告屏 分散业主的等候的注意力 就可以降低业主等候时间长而造成的焦虑 所以解决问题以前 必须先发现问题 其实问题无法解决 80%的原因是你无法发现本质问题 提问能帮助传队创新思考 主动发现问题的本质 通过集体力量形成有效的策略 保障计划的有效执行 你必须知道 提问驱动思考 答案终止想象 很多企业管理者 就是由于不擅长提问 结果制约了个人团队和组织的成长 为什么呢 首先 这些管理者一般习惯给予答案 而非通过提问来启发对方的思考 这种做法是对管理资源的巨大浪费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案例 我有个朋友是某企业CEO 有一次我参加他们的战略决策研讨会 发现会议上都是他一个人在讲话 下属都沉默不语 他很苦恼 问我为什么这个团队没有创新的意识 所有问题都需要他来决策 我就问他 你会议上提过几个问题呢 他才发现他一直在表达自己的想法 几乎没有向员工提问互动 由于缺乏提问能力 我的CEO朋友就无法激发团队的潜能 所以他总是习惯于亲力亲为 对工作任务的目的目标策略和行动的各个细节都要操心 结果身心疲惫 其次 不会提问 不仅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也会破坏团队成员之间的和谐的人际关系 职场中的烦恼 90%来自于人际关系 当发生冲突时 很多人不知道问什么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提问 提问的目的又是什么 他们往往不会问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是这样想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 而是说 你错了这样否定和责备的口吻 必然就会破坏团队成员间的和谐的人际关系 还有 不会提问就会制约个人的职场发展 遇到工作压力和困惑时 很多人容易陷入负面思维 常常自哀自怜 他们不会问自己 这个事情教会我什么 从而激励自己 而是不停的自责 我为什么这么差劲 这样的负面思维 很大程度就影响了自己的职场成长 由此你可以看到 提问是所有管理者展示沟通技能的必备领导力技能之一 要达到沟通的最佳效果 你需要熟练掌握提问的技巧 推动所有成效的讨论 勇于提问 善于提问 在恰当的时机提出恰当的问题 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化解团队矛盾 提升产品 服务和组织运营方面的创新和突破能力 让管理者从日常的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 进而提升决策的效果 怎么样才能高效提问呢 我为你准备了一个锦囊 我把它称之为提问框架六步法 提问框架六步法 一字封为发现问题 追溯本质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问题 哪个方案值得尝试 如何实施方案 这个六步法 按时间先后构成了提问的主线 你可以在不同的阶段 用六步法和团队成员进行有效的对话 针对每个提问方法 你可以进行不同方式的提问 比如 追溯本质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提问 请问这个问题为谁解决 你能否清晰定义问题的关键词呢 你能区分现象和问题吗 我将在以后的课程中 教给你具体的 这些提问的方法和技巧 现在 你已经知道了提问的重要性 和怎么样可以高效提问了 那 你为什么要和我 学习提问能力呢 我目前是维斯达的总裁教练 维斯达是全球最领先的 CEO发展机构 从1957年创立至今 已经在19个国家 拥有了近3万名CEO成员 在全球范围内 维斯达成员所领导的企业 创造了近3000亿美元的年度收入 而我就是帮助维斯达的会员 做问题的处理流程 通过提问 帮助他们发现问题 从而解决问题 我在美国曾经 私从全球最顶级的CEO教练 比如硅谷的教练学会主席Lenst 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最专业的职场提问技能 同时 我还做了相关的学术研究 收集了大量关于提问的原版的文献资料和书籍 比如爱德加沙英的 谦逊的探寻等 我把理论和实践经验中的精华 都转化为适用于高效提问的课程 除此之外 我还熟悉企业经营 96年中欧NBA毕业后的20多年里 我一直是传统知名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业务负责人 从事教练工作以后 我把提问和自己的业务专长结合起来 成立了标杆企业CEO小组会 也深入数个标杆企业 专门为CEO和高管团队定制职场领域的提问技巧 有效的帮助他们界定问题 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 多年的从业经历 让我对提问能力有了深刻的理解 我把提升管理者的提问能力作为我的使命 总结提炼了不少提问能力的方法认 在我的从业经历中我发现 除了大型的企业以外 很多中小企业的创业者和管理者 也会被不会提问而困扰 为了满足更多职场人士对提问能力的渴望 促进管理效率的提升 我把我在提问领域多年的研究和实践 浓缩为三十节企业管理者 在实际业务完成和维护团队关系里 最实用的内容送到你手边 希望你学完正门课以后 你也能够重新理解问题背后的价值 可以掌握不同应用场景中有效提问的方法 只要刻意练习 你就可以成为提问高手 从而塑造高效的团队 同时你从正门课养成了有效的提问能力 也会深厚到你的家庭和日常生活中 让你的家庭关系更加如你所愿 例如通过有效提问的运用 也可以激发孩子的主动学习欲望 和和谐夫妻关系 那这门课是如何设计的 我的这门课有四大模块组成 第一模块是提问的意义 主要告诉你为什么需要提问 以及什么是好的提问 让你一开始就理解提问的重要性 区别糟糕和优秀的提问 第二模块是提问框架模型 我将为你介绍提问框架六步法 让你把握提问的主线 学会有条理有系统的提问 第三模块是场景提问练习 你将体验到在企业实际的场景中 灵活运用不同的提问技能 这些场景主要包括 第一团队的会议决策 通过清晰表达问题 明确问题的重要性 运用开放时问题的技巧 问题根因的探究 以及可以用半小时 就可以提出100个问题的 问题爆炸法 来激发团队头脑风暴等技能 让团队迅速达成决策共识 第二上级对下级的辅导 你可以从中学习到 如何通过提问 帮助下属理清目标和线杖 在围绕目标和线杖的差距 启发下属自己找到 解决问题的策略和行动 第三下属向上管理 通过提问 下属和上级坦赛说出自己的不同观点 因为说出来的手艺远大于不说的风险 从而解决隐而不说 你被迫执行的烦恼 第四 职场和谐的人际关系 提问前你要先聆听 用欣赏代替指责 和他人保持一个沟通节奏 质疑对方的假设 而非质疑他的行为 这些技能能够促进良好团队氛围的形成 第五 激发创新力 通过问 为什么 如果和怎么样的三个有力提问 你就可以激发团队的创新力 想象力和执行力 第四模块是提问工具箱 我特别在里面放了你最需要的机插机用的提问表格工具 比如包括跟问题界定 企业战略规划 高效团队塑造 职场竞争发展等提问清单 你可以用这些工具来辅导团队的成长 帮助你面对职场的挑战 或许你会问这门课的合适的目标人群是谁 那这一门课 专门为提升企业各级管理者 创业者的提问技能而设计 但事实上 课程体系的设计 也为企业团队学习而定制 我希望从CEO总裁中高层的管理者到执行团队 都能提升职场上的有效提问技能 加速提问飞轮的运转 因为提问的本质就是和其他人有效的沟通 团队成员一起同频提问的技能 就能提升整个团队的沟通和决策的效率 那些最聪明 最有创造力 最有生产力的组织 以及那些最有才干的领导者 和管理者 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 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回答问题 而是因为他们营造了一种提问的文化氛围 而这种文化氛围 就能极大程度的激发人们深入思考 并且具有战略的意义 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效应 将有非常大幅的提升 结合本次课程 我也会成立一个 关输者有效提问净欢迎 你可以和我共同精进提问能力 非常期待 系统学习有效提问的你 能运用这些技能 以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 高效的面对决策 成为一个大家都喜欢你的成功管理者 感谢观看